天气冷也要注意啊 如果太过潮湿 要记得把这个湿气降低 有一名妇人的肺部长得肿快 她担心是癌细胞 正准备开刀切除的时候才发现 她这个不是癌细胞 它是整团的黴菌 追根究底发现 是她床垫发霉惹的祸 医生特别提醒 台湾潮湿容易滋生黴菌 所以居家记得要除湿 湿度最好是在30%以下 才能杀死黴菌 另外卫浴设备也最好要消毒杀菌 以免香港脚上身 胸部出现肿快 检查后才发现 竟然是黴菌惹的祸 原名妇人发现自己的肺长了 一个三公分大的肿瘤 而开刀后 这个肿快竟然是正团黴菌 那这种病人的话 一开始可能都没有症状 但是有一天 如果那个菊菌那个痴痴到 气管里面的血液的话 就可能造成咳血吐血来表现 医生说这种瞿菌瘤的案例 并不常见 最常见的是香港叫 灰指甲骨险汗儿 口床这类的皮肤黏膜感染 而要避免黴菌清洗 最重要的就是从居家环境做起 潮湿的浴室和瓷砖 最容易滋生黴菌 而每天在睡的床包和枕头套 也可能暗藏危机 常用除湿机 而且最好让相对湿度 保持在60%以下 浴室做好清洁工作 漂白水不可少 床包枕头套要定期清洗更换 而食物一旦发霉 就要整个丢弃 提醒您平常就要做好防媒的工作 以免抵抗力变弱时 媒菌找上您